你有记者证吗 看似简单的一句话 实则是老郭在澄清 当然杂话也不会只有这一次 买新闻就得说瞎话 知道吗 这是瞎话啊 难怪于千爱在台上砸卦 郭德纲打人 原来这是郭老师自己掀开的头 随后德云社再次遭遇打人风波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老郭用新闻联播方式进行回应 让现场采访的记者哭笑不得 德云社的高层领导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亲自部署 与有关部门沟通此事 再部署再动员 杜绝此类事情发生 目前狗仔队家属情绪趋于平稳 郭老师一本正经的回答 让现场记者怀疑人生 不过这件事最后还是得到了妥善的处置 不过还是有网站把那个人社打人的事件 放在自家网站的首页 更是此虚无有的报道了大量负面新闻 这一举动直接惹怒了郭德纲 更是直接说出了 我的狗要去企鹅的惊人言论 把谁带坏了 我来之前是带着红领巾的 谁说的 是这企鹅 他们家那狗要结婚呢 是怎么能当 也是狗告诉我 不过现在两家已经冰湿前嫌 德银社的综艺也是最好的证明 当年海派清口流行一时 自认为高雅的咖啡 挑起了雅俗之争 把老郭的相声批评得一文不值 于是老郭创作 你要高雅进行飞机